嗯...對啊就是因為我們旁人就是也沒有很完整了解這些事情的細節 那我是希望就是雙方都可以好好解決這件事情 那這些事情就很容易 這個風格是我喜歡的啊 因為我平常很喜歡騎摩扇 那我覺得就是在這個季節有一個皮衣的外套可以拿來防風騎摩扇很讚 粉絲會在路上看到現在還找到騎摩扇的 喔會啊如果沒有下雨的話我就會騎摩扇 我平常就會帶各種各式各樣浮誇的視頻 浮誇是浮誇路線 就是項鍊可以有多粗有多亮就別的 然後耳環就是一定要不是很亮的不然就是要有垂墜感 那還是就是假如要跟朋友晚上吃飯的話我覺得都還 穿這樣就還蠻適合就也不會太素然後也不會到太誇張 約會呢? 約會嗎? 對 約會的話我想一下 如果是約會的話 但我覺得約會的話就是耳環要慎重的考慮 因為如果帶這種比較垂墜感的話就是女生會覺得 欸妳好像比我漂亮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約會的話耳環要換成環的不然就是比較亮的 是有人跟你這樣反應過嗎? 其實沒有目前沒有 但是如果約會的話就是帶好的視頻的話會讓女生比較加火 就是比較加火 那女生帶什麼樣的視頻? 我覺得女生帶比較男性化的視頻 比較中性? 對對對 就比較 像是那種上面有鑽的那種Bling Bling的很粗的 Chen 我覺得 男生來看的話會覺得這個女生的氣質 會覺得她輕心脫脫 明朝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Summer林嘉誠 可以先分享就是說你今天穿搭 你自己最喜歡的地方是哪裏 然後最多意見給網友的單品 喔我現在這個是比較 身上穿的這一系列是比較街頭隨興的風格 那我現在最喜歡的單品是我現在的這個耳環 因為就是它有一個垂墜的感覺可以在那邊叮叮噹的 我很喜歡 我自己的話我自己買東西是比較理性化 那如果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的話 朋友問我 欸要不要買什麼? 我都是說買啊就買啊 就會想要說服朋友入坑 對那我最近買過很瘋狂的一件皮衣 就是它上面有各式各樣的錨釘 就是我們演唱會我現在我身上穿的那一件 然後上面還有畫了青春養成記啊 然後我的名字啊什麼的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的錨釘 然後我可能真的很少有機會會穿到 因為以前我從小到大都是吃媽媽煮的飯 然後就是以前吃媽媽的滷肉的時候 就覺得是每天都吃到的那沒覺得什麼 然後最近一開始會 因為工作的關係比較少吃媽媽煮的飯 然後就會 然後就會 開始想念媽媽做滷肉 對所以 就覺得欸自己好像長大了 就是中午一天 會 越來越少吃到 對對對 對對對 常常五位隊友在的話 哪一位在會讓你覺得最安心 最安心喔 但是我覺得大家 真的要大家在 就是我們大家才會聊在一起 如果只是兩個人在的話 也是會蠻安靜 就不可過去了 對對對 那因為前陣子小孩的事件啊 你們自己有私下關心他一下嗎 因為他昨天也是很不錯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頂排上班的活動學 自己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嗎 還是今天的穿搭 可以再多介紹一些 你說穿平衣的騎車會穿平衣啊 會不會就是有騎車以後被認出來 就是比如說等紅綠認的時候 欸 駕陳 之類的 騎車的時候被認出來是還好 但是就是我有一次是 在家裡附近騎摩托 然後唱歌唱太大聲 然後被 被以前的同學認出來 就是欸 是你 他認得你的歌聲就對了 對就是 就是我回家之後 他就傳訊息跟我講說 欸 剛剛在路上唱歌的是你嗎 然後他說欸 可能是喔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了 OK 非常快就可以見到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帥教時間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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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